我叫小子倩 我现在是一名瑞生于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大四在独生 我家住在广东珠海 虽然住在广东省 但是由于爷爷和爸爸祖籍那边都是北方人 所以我们家一般过年的新宿 还是跟着北方那边的新宿走 所以就一定会吃饺子 然后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现在准备出发去采购一些包白菜线饺子所需要的食材 正对面这一栋房子就是我家 我需要先坐一段时间大巴 然后到中转站的时候再转地铁 然后再坐到市中心 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 奥林匹克博物馆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也不开门 街边的倒计时显示着东京奥运会的时间 然后呢中超的话我就买一些像香菜啊小葱啊 小葱啊 去温社超市这个coup买一些新鲜的食材 像是肉啊新鲜水果呀就像是中超没有的 然后呢就可以结束回家开始做饭了 爷爷我今天春节不是不回来了吗 然后我想吃饺子 我想像我平时在家里一样 你想包饺子是不是 想包白菜线的 然后我想吃你的味道 然后我在想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秘方 到时候一会传条语音全部告诉我 好吧去吧赶紧去 好 因为家里面有那种专门盖面的麻布 我打算用一个厨房纸把它打湿了 盖在这个面团上 洗干净白菜 去世以后 你就放上一点点的盐 把水挤干 葱花 酱油 盐 一面脚一面放一点点水 那就很较嫩 我们包饺子做鸡子的 然后拿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放下的去面放在上面 一横横下去 这样擀出来的比较圆 擀面脚 家里一直没有擀面杖 然后我们就一直用的是这样子的擀面杖 每次擀这儿的饼皮 这就是这个方式 没有一个是鸡蛋 直接用骨口夹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怎么会捏褶子 但它确实不太好看 像这两块 外向不太好的饺子们 除了在过年期间我们家会吃饺子以外 就是平时我们家也经常吃饺子 就是我们家只要有人说出远门或者坐飞机 每次我会吃到饺子的时候 就都意味着我要就是要离开家了 饺子对我的就是意义就是差不多就跟家一样 饺子好了有人想吃吗 还好啊 这样可以吗 对你们这光线不错 什么食材啊工具啊都是充足的 就是我这个技术不太到位 技术是熟能生巧 而且啊等你下次回来以后啊 咱们一块儿认认真真的包一顿饺子 我打算过年的时候就是春节年三十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家再包一次 对年春节再包一次 那我在这里先给你们办个早年吧 祝你们新年快乐 福如东海寿比男生天天开心 你身体健康学业有人 尤其这个无外的爱好 保护好自己啊 疫情那么有 这些不要这么快乐 哎 春天快乐 好 吃的好一点 增加抵抗 好的 增一点点 会的会的 那好了 好 那好嘞 拜拜 拜拜 拜拜